Maze Game 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還記得我之前從川西回來之前 在飯店的時候發現我的筆記錦電腦變形 我一直以為是放在行李箱裡面放太久 因為我放了三四天的時間才把電腦拿出來 放在桌子上面的時候它居然不會平整 你知道現在也是會晃 另外一邊腳比較高一邊腳比較低 所以有粉絲朋友在下面提醒我 這可能是電池變形了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那麼一點點道理對不對 那到底為什麼會變形呢 電池老化電池衰退 我這台是2017年的MacBook Pro 15吋 其實用到現在它電池還是蠻夠力的 所以基本上用起來電池應該還不至於老化吧 在上次呢我就曾經把MacBook拿去給蘋果店的A13 也是台灣的第二家蘋果店 然後去送修的時候呢 因為正逢iPhone剛上市 所以呢現場非常的多人 所以我一直以為我們在送修筆記錦電腦的時候呢 然後給它看一下 然後簽收 然後給我們一張維修單 我們就回家等消息 結果不是我想像中的那樣子 你必須要先預約 它不像我們一般 譬如說你手機如果壞掉 或到通訊欄 或到哪個地方去送修的時候 都是先簽收 再告訴你哪邊有故障 那Apple直行店比較不一樣 他們比較屬於那種事前先幫你檢查 哪裡有問題 現場跟你溝通 然後問你要不要修 所以我那天去的時候呢 第一個現場人很多 然後他跟我講說 如果你要等的話要等4個小時 才有辦法有服務人員來服務 然後他也告訴我一個方法 所以我特別今天拍了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蘋果的產品 要上到紫營店送學的話 第一件事情你要到Apple Store 然後搜尋蘋果支援 Apple支援 這裡有一個Apple支援 然後進來呢 就看到有一個這個地方呢 Apple支援按下去 然後呢下載這個Apple支援 那今天呢 我也是第一次用這個Apple下載支援 他說你用這個下載支援的方式去預約呢 你就可以跟蘋果的服務人員 進行一對一的服務 好 我們現在下載好了 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呢 我們跟大家一起來操作 你一進來 他馬上就知道 你有什麼樣的裝置需要服務 這麼多 Apple iPhone MacBook Pro 我的MacBook Pro 這裡有個13的 但是我有一個15的 在這邊 好 我這個需要服務 硬體問題 掃描 HomeMac 哎呀 如果我要維修呢 維修 好 硬體問題好了 控制器系統 鍵盤功能異常 顯示器 未增上電源 意外損壞 啟動或電源 開機異常 突然關機或重新開機 欸 我選擇這個東西 因為為什麼 我最近的MacBook Pro 也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在用Final Cup 在輸出影片的時候 他會給我重新啟動 或者是當機 那這以前沒有發生過 我本來這個變形的部分 我是沒有打算要送去維修 如果Mac因為發生問題 而重新啟動 無預警重新啟動 檢查軟體 解決Mac無法開機 嘖嘖嘖嘖嘖嘖 不管啦 我要聯絡預約 我要立即通話 好 立即通 蛤? 我的電話將隨時會響起 好 唉唷 電話打來了耶 電話打來了 喂? 您好 感謝您這段Apple支持 要與技術顧問交談 請按1 要稍後重新安排通話 請按2 對導致服務質量 您的來電可能會被監控或錄音 被監控 你就說聽起來好可怕 我們將按照電話的播入順序進行接聽 您的來電對於我們 您好 這是AppleCare 您先花了 請您私房市 唉你好 我想要預約維修 可以嗎? 可以 但沒有問題 我盡全力提供您幫助 這邊先生您個性 怎麼稱呼 必信賴 好 那我跟賴先生 承認一下 您是要 什麼樣的一個維修 第一個我的MacBook Pro 15吋 它的外型 它的外觀好像變形了 不知道是電池膨脹還是什麼問題 我不清楚 所以要送檢查 好 了解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現在用Finalcard 剪接軟體的時候 我在做影片輸出的時候 它會重新開機 只要輸出影片就會重新 對我現在目前就只遇到這個問題 其他電腦作業都很正常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不會 那我電腦整個重新安裝 新的作業系統重新來 不是用備份還原 是整個重新安裝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對 好 OK 那我先要賴先生說明一下 因為您剛剛有提到的 體格部分如果有變形的話 比較 你看一下是不是在 右 我覺得我們電腦包背面的話 是在左側是嗎 如果 如果我們是把螢幕蓋起來 這個方向 大概會右下腳跟左上腳會翹起來 會翹起來 右下或左上 對 現在比較好 前幾天 前一陣子更嚴重 對 因為如果說是電池的問題啊 那它有可能會影響到強制 就是它會意外關節這個狀況 是有可能的 尤其是如果它要去進行比較大效能 譬如說它要去輸出 可能實際的狀況 是要請工程師幫忙檢測一下 看它就只有直接的關係 對 那因為這個電池問題 本身跟安全性也是比較相關 我建議就是我們先儘快的去做安排 請工程師幫忙出去 那什麼時候可以 我在台北信義 A13這邊有辦法預約嗎 好 我幫你看一下 所以目前你的電腦本身 那口味是在最新的版本的 對嗎 對 我都更新到最新版本 好 然後 A13目前最快的預約是在禮拜三 那禮拜三啊 那如果101咧 也是禮拜三 然後也時間差不多都是在禮拜三 禮拜三是不是 好 那就幫我預約 好啊好啊 那我就幫您預約一樣是A13嘛 對不對 那我這邊就先幫您做好這樣的預約 待會兒我會寄送我有選擇的事項 給到賴先生 讓您再看一下 那原則上具體的維修 是否需要費用 或者是要修復不修 有沒有需要收到國外 可能都還是要依照現場 公司的這個系統來做確認 好 那我們剛剛系統訂閱成功之後 系統也會自己發送一個郵件 給讓您 裡面一樣會有注意的事項 跟您預約的時間 所以如果有要做時間上的修改 我們可以從郵件裡面優先去做修改 或者是再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幫您另外做安排 好 那只要再麻煩 那先做您再討一趟 謝謝您喔 謝謝 好 拜拜 嗯 好 拜拜 OK 所以呢 我們已經預約完成了 禮拜三的下午的時間 我們要到蘋果店那邊去送修 所以蘋果它的送修機制 跟一般的店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如果你有打算把蘋果的產品 在故障的時候送到原廠直營店去做服務的話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千萬不要自己直接跑過去 因為像我上次就這樣直接跑過去 我就浪費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 不但沒有辦法送修 我還要再回家重新再預約一次 你看即便像今天是上班日 我禮拜一預約 他都說要到禮拜三下午才能夠再把機器送去 所以呢 這個與我們一般在送修機器的方式 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可能這些方式各位一定要注意 那之前我送去的時候 現場的人員他也很有耐心的告訴我這些原因 那所以教了我這個方法 同時他也跟我講說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像這樣子的方式 用預約指定的方式再來的話 他建議我可以把機器送到一般的 非直營店的蘋果專賣店 他們也可以代送維修 他們現場可以幫你東西先牽收下來 然後再等候消息 那個就是比較我們一般平常時 在送修的時候的方式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好不好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Facebook 還有我的微博 還有我的IG 我們下次見啦各位 掰掰